六甲疫情中队每年都会基盘少年训练来提升疫情的纪念 由高官感慨喜欢读到总控的时尊应该离合欢迎和改冠 另外为了应于年代的参计 今年也特别加率参计第安的伟后训练 未来在 협作健康工作时尊发挥出最大的好够 高官是希望大家感慨读到总控的时尊应该离合来欢迎 只跟医院警察庁对上年训练是来了很多人参加 透过这个训练加共医境的纪念 未来在 협作健康工作时尊能发挥出最大的好够 今天是我们疫情一年一度的长信 是来信念平常要协勤 要协助警察保护治安 维护交通来做这个信念 再来就是我们年底的选举 我们这个疫情都要协助他们的治安维护 还有那些投票所一些的治安的维护 所以一些重点今天来做信念 为了因应我们年底的选举 为了因应我们年底五合一的一个选举 那我们今年除了一般的课程以外 那我们也增加了一个选举勤务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讲授 那另外我们针对疫情同仁 那平常在我们分出派手 那协勤的一个辛劳 那对我们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的一个工作绩效 那优良的同仁我们也利用今天的一个长讯来做一个表扬 那希望我们这个疫情同仁的一个权力协助之下 那我们在年底选举的一个勤务 能够很圆满的一个完成 这次上年分年是来后 超过100个月已经兄弟作会参加 可以说是全完都到 这也看得出来 六更已经中队对对完之间的人作力较向向心力 新中华新闻创中签六更采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